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由李建成导演来指导的一部片子 我们先来请建成来跟我们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逢角大学老师李建成 同时也是在会大白宫导演李建成 建成猜猜这部片子其实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我觉得这部片子很好看 但我们再谈这些详细的内容 可以先告诉我们一下这部片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剧情吗 这个片子其实在讲民国57年左右 前后大概7年的这个时间 那美国人到台湾做了一个营养研究的计划 那这个营养研究计划主要是让 怀孕的妇女喝美国的营养品 然后去观察他们这个小朋友生出来 是不是长得比较健康 那他长达一个大概7年的一个研究计划 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美国的计划跟台湾的合作 然后在台湾的乡村里面去做 让大家去喝营养品 然后看看这个小朋友会不会更健康 然后这个妈妈的身体状况如何 所以是一个实验性的计划 其实算是一个实验性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主要是由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跟这个美国海军第二医疗研究所 跟当时的这个农副会 他们三方一起去合作了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叫周田 OK 所以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可能跟台湾还有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是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性 那这么多的题材 这么多的故事 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个计划来拍摄呢 好我想这个计划一开始真的是 我其实拍纪录片也拍了好几年 那从来没想说我自己拍了这个计划 离我自己的家人这么近 这个计划其实是跟我爸爸有关 因为我爸爸是当时这个 美军营养工作室里面的工作人员 那怎么会发现这个计划 其实大概在五年前有一个机缘 我必须要回家去整理我们家这个老的三合院 那这个三合院已经大概十几年没有住人 那我爸爸其实很担心说 这个房子没住人 他可能就会垮掉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带着几个学生 我们就去整理 那这整理的过程 其实我们认识了当地的一些小龙 那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个叫李明远 他就带我去说 老师我们带你家去认识不同的人 我说当然好啊 因为你要进到这一个 可能是我自己的故乡里面去的时候 其实我也想要认识多一点 那他在过程中他开着车带我 他说李老师我跟你说 这间房子 我就经过一间学校 他说这间房子 以前有美国人在这里做一个实验 我就想说哇美国人做实验 我小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 你给老家是哪里 我老家在那个云林县水平下 OK 对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小时候好像听姐姐们说 我爸在美军美军上班 那其实我从来不知道我爸在做什么 我只知道我爸好像有在美军上过班 那其实也不知道什么 那我就说那 明远大哥你待会等一下结束 可不可以带我进去看 于是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进去那里面 我手机拿起来 我就拍了照片 我传给我爸说 爸 你是不是在这里上班 我爸回我说 哎 对啊 他这个地方怎么还没有被拆掉 所以呢 那也很巧 这个学校呢 其实这个工作站是盖在水灿林小学里面 这个小学的校长也出来 这小学的校长对于这些历史的资料 其实很有研究 他说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就跟他说我爸爸叫李永锦 以后他还不知道我爸爸叫什么名字 那我们就交换了联络方式 交换了联络方式 就想说这个事情就这样子 想说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联络或什么 没想到大概两个礼拜后 我记得我那天在开车 高速公路上 校长都打了电话来 哎 你老是吗 我是差校长啊 我刚借一封信给你啊 里面有一张合照啊 还有好多问题 我想问你爸爸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写啊 他回传给我 校长也是有心人 校长有心人啊 然后我就说 校长我在开车 我等一下到台中的时候 我再来看那个照片啊 然后想把那些问题 看怎么样 整理给你 我去到台中 我打开电脑 那张照片 六十个人的合照 我就看到我爸爸坐在第一排 穿西装打领带 重要的位置才会坐第一排 坐在第一排 没有很中间 只坐在旁边一点 我一眼就认出我爸 那我就打电话给我爸 说爸 你有这张照片吗 我爸非常冷淡 我说有啊 这张照片家里有 我从来没看过那张照片 而且那张照片是别人传给我 然后我再传给我爸 然后我爸竟然跟我说 这张照片家里有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拍纪录片 所以校长拟了很多的问题 那我就跟我爸说 我爸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把它写完回答完 纪录片就拍完 那我们要不要来拍片子 所以是故事是这样来 然后我爸就说 好啊那我们来拍片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我爸就很激起了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我爸有一个好朋友 那这个好朋友 我觉得每年 美国的好朋友 每年他都会从美国 寄贺卡给我爸爸 但我其实只知道 这个人叫翁先生 我其实连他名字都不知道 我爸说 那我来联络翁先生 这时候我才开始问说 那翁先生是谁 翁先生其实就是当时 这个美军营养工作室的主管 OK 然后联络翁先生 翁先生跟我爸说 他等了那么久 终于有人要拍我们 哇 于是这个计划就开始 翁先生呢 就从美国打电话回来 大概跟我讲了两小时的电话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说那翁先生 你近期有没有要回来 我记得校长 给我那一封信应该十月 他跟我说 有我要回来选总统 也就是2016年的这个总统 他会回来这样 那我就跟他说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两天的时间 就是几天的时间来拍摄它 所以故事拍摄第一次 也就是在2016年的1月30号 跟31号 我们做了第一次的拍摄 一个偶然的整理老家 然后发现了这个老家的这个故事 然后有人带你去 然后也发现了这张照片 开始了这一趟的 这个不只是拍摄之旅 它可能也是一个探寻之旅 但是我觉得在探寻之前 可能要有一个起点 就是美军为什么会在你的家乡 在水林 云林的水林去设立这个营养工作站呢 好 其实当时呢 其实要拍记录片 其实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天液调查 那这个片子又特别困难 说特别困难 因为它是一个历史 但我又不是历史出身 所以我在找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点辛苦 我自己觉得有点难找 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说 对于我们来讲 我要拍这个纪录片 最好的方式 我一定要有照片 一定要有影像 那我可不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我在台湾既然找不到相关资料 只有一篇报导 媒体去报导 你是说有关于这个美军营养工作站 几乎是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 只有一篇媒体报导 媒体报导 可是当时其实台湾对美国的依赖 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没错 所以我们大部分知道 美国人在台湾做的事情 比如说匿籍研究 干啊 然后比如说盖了西洛大桥 很多资源进来 但关于这个计划 基本上是没有资料的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想说 那我要找资料 我要去那里找 比如说我从国家档案局 去他们那边去找资料 找到里面的研究员 去帮我找 然后呢 电影中心 资料库 也没有 然后呢 中央研究院 我也去找 对 三个都没有 我想说怎么会没有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难过 我想说那片子 大概没办法拍了 因为基础片如果没有办法当时的影响 我怎么去说服大家说 当时真的有美国人来到这个地方 后来怎么去突破这样的困境 其实当时我们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其实就是问了 包含去想想去问 很多人说 有啊有啊 美国人有来啊 而且我还记得你的影片有哄赏 有广播 有些人来 结果不是 对 你说后来我们怎么找 其实我们因为那种建筑物 其实我们好奇 那种建筑物 对不起我们现在进去基本上已经东西基本上被搬软了 对 因为隔了那么久 但是美国人在盖房子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嗯 常常会有什么 如果去西洛大脚看 你会看到有什么 会有一个什么 落款 对 会有一个牌子 没错 那这一栋楼的门口 就一边是中文 一边是英文 写着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哪个教授 然后几年 明国57年7月1号 他完工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 有线索了 有线索了 太好了 所以这时候其实我拍这个片子真的很多人帮忙 因为你想说我们要去美国找资料 也不是说我们去找就可以找 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巧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啊 建筑系的老师 他叫黄德胜 在片子里面有出现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打保龄球 就是学校教职员保龄球队 他就问我说李老师你都在做什么 我说我都在拍片 我现在在拍一个什么样的片子 他就对我这个片子超有兴趣 我就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认识什么美国人啊 我就乱跟他聊 然后我就说我现在找到线索 是霍普金斯大学 你有没有朋友在那里 你现在人生就是这么巧 他有一个博班的同学 在霍普金斯大学里面工作 所以呢他就跟我们说 他开始怎么样找资料 他在网路上找到这个计划主持人 周田博士的传记 对 你想说学校会帮一个老师写传记 这表示这个老师是其实是还蛮有分量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在想说应该是很有分量才会被写嘛 于是我们这时候觉得应该在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决定写信 因为我们知道他学校有一个档案室 可能有放资料 但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我们就写信 大概隔了两个月吧 回了我们一封信 告诉我们 美国他们的档案室里面 霍普金斯大学的档案室里面 有七箱的档案资料 第一箱的编号是什么 第二箱的编号是什么 第三箱 第七箱编号是什么 写的清清楚楚 只是没有告诉我们里面是什么资料 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计划吗 要不然这些档案怎么会保存的 这么的看起来是很完整的样子 其实这个计划是我们后来真的去美国之后 他们的这个系组论跟我们说 这个研究的计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是说他们隔了那么久 比如说这个周廷波后来过世 东西被保存在这里 再也没有人去看过 我们是第一批再去看的 然后他们系主任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他们想要再把它拿出来 重新来去做一个展览 他也说希望我们这个片子完成之后 可以在美国他们去做放映 对对对这个是有他们有跟我们讲 对那看起来是一个对他们讲至少最需要的量 是一个蛮重要计划 可是我相信对台湾也是一个很重要计划 所以他们选定了这个水林这个地方 那这个计划做些什么 你说有一些营养品要给这些怀孕的妈妈吃 营养品要给小朋友吃 那难道大家不会觉得这个怪怪的吗 就是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一个阿兔 这个给你吃 那这样子做实验有点奇怪吧 我想我们我当时也是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 所以如果说现在要给我小孩吃这些东西 我大概不会 因为你已经知道说 我怎么可能会让小孩吃一个 我可能里面内容都不知道的东西 但我们在水林拍摄的时候 其实上不是这样 我终于在水林的时候找到答案 我们拍了几个妈妈 我们去找群这个妈妈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过程 我们一开始我先讲到 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去广播 就有人出来 那其中有两个妈妈就跟我说 我就问她说 那你为什么敢给小孩吃这些东西 她说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很穷 有东西吃就已经很好了 我们还挑什么 那我说那阿姨 你们有多穷啊 因为我不晓得到底有多穷 他就其中一个阿姨跟我说 那阿你知道盐吗 我说我知道 那盐 我们吃东西不是沾盐 直接吃盐 也不是直接吃盐 没有那么好 他说穷到只有盐 把它变成盐水 吃的时候沾一点有味道这样吃 那你觉得我们穷不穷 我后来想想 他不是沾盐 他是沾盐水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们当时都已经非常穷 他哪会想说 有没有东西吃 对啊 所以他其实就是 有东西来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说 那就吃啊 而且他们那个年代 不管是那个年代 现在连现在也是一样 其实大家对美国的东西都会觉得说 美国的东西都会觉得说 有东西都会吃啊 大部分我们在乡下 问到这些阿姨们 就是当时有被 就是这个营养研究计划的这些妈妈们 他们其实都是这样跟我讲 都是属于家境非常非常贫穷的状况下 才会结束这个营养研究计划 他其实是在中国的帝国的帝国主义 或者是有人会这样子去批评他 然后到第三世界国家 来做某种的实验 可是第三世界国家 被实验的人 他其实是满心欢喜的 要去迎接这个实验 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冲突有趣 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 会看到不同面向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会再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们摆倒了 没有 都不像啊 都是不像啊 你都不像啊 不像我现在不一年了 小姐 吃吃啊 好 来喽 准备 西瓜甜不甜 甜 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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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育嬰室 育嬰室有隔間 隔間一個一個一個 小孩子 這樣做的人 看裡面 做各種動作 小孩子是住在這裡嗎 住在這裡 十五個月就要來住 住在這裡 住在這裡 兩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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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 小孩子 一切都要自己 做一個 夜民 第二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谈一部电影 再会了白宫导演李建成就在我们的现场 建成你好 你好 我在看你这部片子的时候 其实就脑袋里面一起浮现 就是儿子的大玩偶系列里头的这个苹果的滋味 这个苹果滋味里面我们看到 被美军撞到的这个台湾人 那结果他应该要很生气 结果不是耶 让他们去住一个很好的医院 然后每天送这个苹果给他们 那就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一种心理 我们现在跳出来看 觉得这是一个殖民嘛 这是一个所谓的经济的殖民 包括过去的美元等等 他是在经济上面的一些控制 可是他在另外一部分 他可能同时要去改善你这里的生活 而这里头当事人 他未必会觉得是这是一个不好的 反而是一个正面的一种象征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 之前讨论过像抖六东市场 他也是一个这种所谓的环境的改善计划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在美国 或者在日治时期都有类似的东西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其实是某种程度希望来干扰 或是干预你的整个政治经济的发展 你自己怎么去看这样一种 看起来是一个矛盾跟冲突的现象 其实我刚刚有讲就是说 因为当时台湾很穷 所以我们接受了这个 美国包含了美元的支持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说 不管是抖六或者是税林 那其实都是相同的 包含了我们所谓的稀罗大桥 他其实也是这个美国人给钱去盖起来的 那你刚刚说的农付会 农会的钱是谁来的 农会的钱其实就是美国给的钱 那其实可能一般人不知道说农付会 农会不是我们的机构吗 后来变成农委会 实际上一开始是不是的 他一开始的钱是从这一来 那当时农会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能大家想说这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其中如果以我们 大概比如说五六年级一生来看的话 你会记得我说我们小时候 去那个卫生所有没有 我们在片子里面其实有讲到 就是一个拱门 其实那个拱门的一个 排楼的形式 其实全部大概都是美元 他们所支持的 那当然你说 我们在这里看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当时五十年前 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不会想到这么多 台湾人只想说 美国人来帮助 他们都吃不饭 不过以现在来看 你当然会想说 这个可能不是这样子 包含我们在看这一个 二子当晚里面这个 苹果的滋味 包含杨德昌里面的顾丁街 其实你看 我们对这个片子里面对美国 其实崇拜的嘛 我们向往去美国 所以你在想说这件事情 它影响什么 其实你影响看台湾早期的一些学者 他们选择留学的第一个地方 是不是美国 那你再回到最前面之前 庚子条款 他们是不是也去美国 那庚子条款 其实是赔款 对 但赔款是不是又让我们去美国 但你看周田博士 就是这个计划主持人周田博士 其实也是这个庚款的一个留学生 所以你整个在串起来的时候 这真的是一个巡回 这个其实在学术里面 我们常常讲在1960年代 其实就是美国的现代化主义 那我所谓的发展主义 所以很多他都会去用这种 所谓的辅助的方式 写助的方式去影响到第三世界的国家 例如说在传播研究里面 谈到的创新传播 这个概念这个理论 他其实在谈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怎么去把一些新的事物 新的观念 或者新的药 或者新的种植的方式 让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去使用 他背后可能是一个药厂 他背后可能是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农业的部门 他背后可能是他们的军火部门 他去支持的这些研究 我觉得这个脉络来 其实是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不过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部片子里面 他虽然有这个大的架构 可是他里面有更多是 这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细腻的关系 例如这部片子叫再会白宫 光是听名早上跟白宫说再见 那但是我仔细在看这部片 有一个在相会的意思 因为你这部片子的这个拍摄的过程 促成了这个营养工作站 甚至这个这些当时的护理师 这些主管以及当地的这些妈妈们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 所谓见面跟互动的机会 没错 因为当时就是 我在拍这片子 我不想要把它拍成有点像那种 说教的一些纪录片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 我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 比较轻松的方式 我一想到就是 我想要透过这群阿姨们的一个相聚 然后让他们去说 当时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他们一起看照片 那个其实有部分你看看了照片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情感他们回到当时可能 高中刚毕业的时候 他们想到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四十几岁 我们常在想说我十八岁的时候做什么事情 我十八岁曾经骑摩托车上河湾山 我想我在拍他们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在讲他们可能十八岁十七岁 高中刚毕业的那个样子 而且这些人是从台湾各地到水林去工作的 大部分是水林的人 但有一部分是从外地去的 因为他当时这个计划是希望 造就当时这个水林里面的青年人 但是他的一个条件其实还蛮高的 他不是说一般人想要进去工作就可以工作 他当时最低的一个要求是要高中毕业 那以当时大概五十年前 高中毕业其实已经可以在小学当老师 对没错 所以你看我爸跟我说他其实要进这个工作站之前 他其实在小学当过老师 才进到这个工作站里面去工作的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影片的比例 或是你花了蛮多时间去美国 这个美国包括你去找那位你爸爸的上司长官 也去这个大学里面去查资料 可以讲一下你在那边的过程吗 好 其实我们要去美国 因为我这整个制作经验没有很多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美国前 我们就担心钱啊 嗯 我要带两个摄影师一个制片 然后我还有一个北异的老师 总共五个人 哇 那你想想这五个人是不是都要我出钱 对 是 这个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 这种独立制片 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是想说 哇那这五个人的所有的钱 我每天都在烧钱 所以我们每天必须要控制好 说我每天要拍什么 所以我们从美 从台湾要去美国之后 我们其实就转机的 嗯 我们也不敢直飞马里兰州 因为直飞马里兰州的飞机票比较贵 飞纽约的机票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先飞马里兰 先飞到纽约 纽约我们在开四个小时的车子 到马里兰州 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要把钱省下来 那当然我们在美国拍摄 其实我我我我我满羡慕 美国的一个拍摄状况 嗯 比如说我们我们每天大概 就九点才可以到现场 嗯 你说哇 那不是早上就应该到现场 你说九点是到大学里面 对对对 OK 大学是十点才可以 十点 OK 所以我们大概九点多出发 然后十点才准备开始 但是十一点半左右 就会有人出来跟我们说 不好意思我们要休息了 那一休息休息到一点半 然后呢 一点半我们再开始 去里面工作的时候呢 诶 四点就出来跟我们讲说 不好意思 我们要休息了 四点半就收工了 嗯 四点半我们就不能拍 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回家煮饭 我真的想想真的 台湾的这个影片工作人员 一定很羡慕在美国拍片 十点才开始工作 被迫要休息了 被迫要休息 四点半就已经要收工了 那当然你每天 我们必须要省经费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去 去每天回家自己煮饭了 那当然我们就大概几天 就会去一次超市 但几天去超市 我每次都很心痛 因为都是刷我的卡 就一直刷卡一直刷卡 所以那15天 其实还花了蛮多钱的 只是我现在不太敢算 说我到底花了多少钱 不过我想这个过程 应该是蛮值得 除了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之外 我记得你也跟我讲说 其实你在看那些档案资料的时候 发现你父亲的照片 当时看到爸爸的照片 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不是看到爸爸的照片 爸爸照片也有 是看到爸爸的影像 影像 影片 我想会比较感动 因为家里都有爸爸年轻的照片 比如说结婚照 我们知道爸爸年轻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 但我们飞了那么远 然后找资料找那么久 我到美国霍普金斯发学 档案是里面 他们把档案拿出来说 请问你们要看吗 我们当然要看 我们就坐在那边看的时候 影片放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爸爸年轻的画面 在那边走来走去 而且是一个工作的 对工作的影像 是动的 不是镜子 镜子当然很多 动的很多 但我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说 我觉得美国人对影像 资料的保存 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一个长达50年成的影像 既然可以完完整整的保留 在一个学校的档案室里面 而且是整理了整整齐齐的 有一个箱子一个箱子 这样推出来 跟我们说资料在里面 我觉得台湾可能 也真的要学习这个部分 对于资料保存的重要性 对 看到这个爸爸的工作影像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我在嘉义帮 央广整理一些 帮我们合办一个老照片展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 王小弟爸爸的照片 王生将军去 央广民凶台巡视 那我就跟王小弟讲这件事情 也邀请他去看展 然后小弟老师跟我讲说 他第一次看到他爸爸 不是在家里面的样子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很感人的经验 整体来讲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去面对这一切 就是他不是只有在拍片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某种的 探寻的过程 一种回到找找找找不只是 这些人的台湾的集体记忆 也是在找找你爸爸的记忆的过程 是啊没错 所以我回来之后 我其实跟了很多人讲 不管是我们学校 或者是其他人 我只要见到人 我挖了电影中心 我就跟他说你们真的要把台湾 早期的一些影像留下来 我们哪会知道说50年后 我竟然从台湾飞得那么远 去看了这些资料 所以其实台湾对于这些资料 不管有文字照片影像 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要花 更多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是有系统性去做 不是说我这边搜一个 这边搜一个 或者是计划支持一下 然后支持一下之后计划没有 整个就没有掉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是我们重新来 然后去解释台湾到底有多少 影像的资料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文献资料 应该去保存 那当然国家电影中心 或者是国家档案局有做 但有些东西 是不是应该做的更多 所以我们在国外的这些影像 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把他们 从国外把它买回来 不过你想要这个 就让我会有一点点的感慨 因为我其实在博士班开始 我就做一个研究计划 就是当助理叫 大文山传播与发展资料库 那后来像我们现在在营运的 公民系统研究资料库 也是早期的数位典藏计划 但是我常常在跟这些国家的 教育代卫研究代卫做计划的时候 他通常是委托学校 然后学校做完以后呢 他就不会再给钱 因为他很希望学校能够自立 可是学校就觉得 我们的经费用那么拮据 然后你又不给钱 我怎么去做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东西就无疾而终 那后来像公库 他就变成是 我们成立一个独立的法人 然后我们就自己去营运 然后自己去拍摄 继续的持续去记录社会运动 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 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 但是很可惜的看到 台湾很多的影像资料 说实在听到 你讲美国那一段 我是非常非常羡慕的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两个应该 等一下出去就买一张裁卷 也许我们中了 我们之后 就来做一些真的有意义的事情 但我觉得说 政府大家可能要慢慢的 比如说 我们在透过我们教育的场合 比如说我们两个都在教育界 也许我们可以透过教育的场合 我们不断告诉我们的学生 未来有一天我们的学生 哪天他当了官员的时候 他会记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可以从 我们教育开始做起 那当然我也觉得说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企业家 尤其真的有些企业家 应该要来 进来做这件事情 让台湾真的有一些 早期的一些影像留下来 你说我帮我爸爸 还有这群阿姨们 成立一个LINE群组 我常常他们在这个LINE群组上面 他们在传的东西 很多时候是一些老照片 我最近发现他们都在传老照片 那这些老照片从哪来 可能从网路上某一个人 流出来之后 他开始就转传 然后他们开始 哇这我们以前小时候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看老的影像 老的照片 其实是一种回忆 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 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当我把这些影像拿回来 从美国拿回来 放在投影片给他们看的时候 我现场觉得 我做那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我在美国买了一张一张照片 光处理费 照片一张29块美金 我买了60张 我用个人的名义 我买了60张回来 我带到那个场合 给他们看的时候 那些阿姨们说 哇这我年轻时 然后阿姨就跑到 那个画面里面说 给我写一张 我要和我孙公 看我年轻时 就在影片里面 我也把这一段 把它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部片有很多细节 包括你刚刚谈的那些东西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你用的音乐 你当然我只能音乐 不是后来做的配乐 而是你用很多的现场音 就阿姨们唱的 往事只能回味 还有评据 这是刻意的吗 其实 这个东西不是刻意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我请阿姨们唱歌 就是往事只能回味的时候 我请他们唱歌 他们就 一开始他们就 要唱什么 要唱 不想唱 结果突然有阿姨就开口 如果大家就唱了 就唱了那几句 就那几句而已 没有再往下 因为他们不记得歌词 那平均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其实在聚会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把它拿出来 他们说 我们大家来唱一首歌 他们就是有一个阿姨印了 每个人发一张 然后开始一堆人就唱 他们每次只要聚会 好像都会唱这首歌 所以变成 我就把这两首歌 放到这个片子里面 去做一个穿唱 但是这其实接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 看完这部片子 我觉得往事不是只能够回味 他还是有很多新的可能性 特别是在最后的那一部分 我看到一个画面 我很感动 就是校长在清洗白宫 那栋建筑屋的墙壁 他要给他新的机会 跟新的开始 所以校长其实也 花蛮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你说 因为他打电话跟我说 李老师 我去买一件 那家鸭 家鸭那个 然后洗白宫 我已经洗了 我说校长你洗完了吗 因为 因为对接人来讲 要拍到画面 对 那很大件 洗不掉 我告诉你校长你不要洗完 我要去拍你 所以也是才会有那一段 他在洗那个白宫 那当然我觉得 校长跟这个云林县 无话初期 他们都很花时间 在经营这件事情 所以这栋建筑屋 在校长的努力下 他已经在去年的时候 成为云林县的历史建筑 他等于就未来 不会真的被拆掉 他会永远保留在 这个水灿林国小里面 所有的记忆 都是要靠我们 去把它保留下 不管他是官方 或是民间 或是任何的有心的人 今天非常谢谢建成 来跟我们分享 这部新的作品 未来也会上网去集资 也会有很多 其他的这种放映的活动 那让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记忆 原来往事 不是只能够回味 他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新的可能性 那要特别跟我们的 观众朋友 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集是我们 参赞时光会客 是公事跟公库合作的 最后一集 那在下个礼拜开始 参赞时光会客 是会继续的播出 不过就由公库来 独立制作 独立的播出 会在公库的网站 会在参赞时光会客室的网站 来跟大家继续的播出 也欢迎大家 给我们一些意见跟指教 非常谢谢建成 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一次再会拜拜